李卓人議員 郭文貴 蔡英文 郭文貴 郭文貴 蔡英文 郭文貴 其實家屬來講都被歧視的 原來有些夫婦 教會裏面發現他的子女是同性戀 個個都會去到 可能說他們有沒有問題 所以他們第一個心聲 不要因為我們兒女 說親人是同性戀者 而妄嚇結論 如父母的靈性教養 婚姻一定出了問題 必然是父母的責任 其實對他們都不公平 因為同學院的後天原因是很複雜的 包括性侵犯等等 可能跟父母是沒有直接什麼關係 第二 瞭解他們的哀傷失望的心情 其實它傷過你 如果發現自己的子女是同性的 在那艱難的時刻 需要你們的安慰去代討 第三 不要因為他們的性傾向而離棄他們 神的愛往往是透過你們去表達出來的 第四 同性戀是可以預防在童年的期間 早些察覺這個同性戀傾向的先兆 並適切的介入可能防止日後性傾向的形成